嗨 大家好 我是萌人家 今天我要來簡單的介紹 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使用的 iPhone隱藏白功能 好 那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我們想要在IG的限時動態裡面 加上貼圖的話要怎麼使用呢 首先我們先打開IG 然後進入 錄線動模式 先隨便錄一個影片 然後現在我要加上我的貼圖 就到我的圖片庫裡 然後在它的左下角呢 會有一個傳送符號 點進去 然後有個拷貝照片 接著再到IG的左下角 它就會跳出一個加上貼圖 這樣子我的貼圖就會在我的 限時動態影像上面啦 然後第二個要介紹的是 YouTube持續播放的功能 因為有很多人他會習慣用YouTube聽音樂 對 可是每次只要關了全屏模式之後 音樂就會停掉了 那要怎麼破解呢 首先呢 我們先到 底下的有一個Savory的網路瀏覽器 點開之後呢 進入YouTube模式 然後現在先隨便點一首歌進去 好 現在關掉全螢幕看看 果然音樂就停掉啦 那現在要怎麼辦呢 怎麼解決呢 我們回到剛剛的YouTube畫面 然後在手機的左上角 有一個AA的符號 我們點進去 然後它就會跳出一個 切換為電腦版網站 點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電腦版啦 然後現在隨便點一首歌出來 好 那現在再來關掉全螢幕看看 就會跳出有一個 待播放的模式 按下去 然後最後一個我要介紹的是 還原輸入 首先你先進入到備忘錄裡面 然後隨便打一段 接著呢 按全選 有時候其實你只是想討貝文字 然後結果不小心就被你刪除掉了 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你只要拿著你的手機 左右晃幾下 這時候它就會跳出一個視窗 是還原輸入 你點下還原之後呢 你裡面的內容就又全部都回來啦 以上三個功能呢 是我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非常常使用到的 如果你也有其他更推薦的話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